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二豪 那這部影片呢 就是來看妖靈喔 好 那我們先來看友情的部分 友情的部分呢 是拿夏爾頓來試刀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三個超絕閃烈彈的威力 喔 其實還不錯喔 然後還有超絕分裂罐冬衝擊波3 那超絕閃烈彈呢 是米加勒 獸神化改拿的新友情 蠻新的 蠻新的 所以妖靈拿的不錯 拿的不錯 那超絕分裂罐冬衝擊波3是出了好一回啊 那這邊有搭一次盧娜 那搭盧娜主要就是配彈跳充能 趕快讓她的跨回合自強化開出來喔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先把呂布跟鬼魂卡掉 那這邊的話 看能不能養心吧 那養不到也沒關係啦 因為盧娜還有吸血 那我們這邊就是想辦法 活下來 趕快離開這版 那搖靈的部分呢 這兩個友情都是屬於比較簡單的友情 她沒有像愛德華一樣要動腦 也沒有像阿爾蓬斯要看位置 她就是你撞到 她就會幫你射出去了 只是因為她沒有砲擊型 也沒有超平衡 然後她本身殺手也是連擊殺手 所以 她的友情是吃不到任何的增傷 頂多就是跨回合自強化 開下去會有個1.2跟1.4的自強化的增傷喔 大概是這樣 那友情就簡單啦 撞一下就有啦 那記憶體部分呢 是超少雷者 反魔法陣 反移轉幣 連擊殺手 全部都是無印 欸 壓的有點兇 可能是因為SA是給的減速率降低 因為她的減速率降低等級是符合博士等級喔 就非常低的那種 所以就變成她記憶體其實壓的 挺狠的啦 呵呵呵 那我只能說挺狠的 因為她的記憶體基本上 全部都是無印 還是 比較少見一點 可能是拿移轉幣當作賣點吧 但我覺得連擊殺手 拿個M 不過分啊 因為最近的連擊殺手 其實 除了卡尼貝斯拿無印 剩下的角色 都有拿到M 至少連降臨的東方不敗都有拿到M喔 所以 呃 我也不知道米西 怎麼會這樣 可能是 一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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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覺得這個減速率降低 因為連擊殺手會太強吧 可是我覺得壓的有點小兇啦 說實話 所以說實話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先把鬼魂殺掉 我們這邊就慢慢敲就好 那搖靈的部分呢 目前也是等場 對 目前沒有場給她打 目前打的場都是 硬抓上來的 因為像夏侯敦其實也被爆打很久嘛 然後等下試用的一代光轟擊也是被爆打很久 不過 至少我們能確定現在的 呃 大總統操救級啊 沒意外就是做給搖靈 所以你這次剛練合作歪到搖靈的話 你的剛 剛 呃 大總統操救級 會有四陣角可以去做使用 呃 這是她目前能打的場 好 那我們這邊進王關後就是來看友情射的部分 那這邊是有吃到盧納1.8倍的加成 有吃到1.8倍喔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好 其實火力還蠻夠的啊 火力蠻夠的 火力蠻夠的 好 那我們這邊剛好有個友情暴擊 我們來看一下搖靈的 這個超絕閃烈彈加超絕分裂關 龍蟲金波山 喔 哈哈哈 呃 所以這樣等於是5.4隻搖靈的威力 呵呵 因為友情暴擊是3倍嘛 好 那我這邊選擇開 先開了 因為等一下 那也沒什麼時間讓我們開 我們不如這樣開下去 然後友情打的時候還比較痛一點 好 紅3 一樣 開誰是 開扁 然後順便偷撞一下上面那隻妖靈喔 看能不能先偷吐點傷害 它這個減速率其實降真的蠻低的 真的蠻低的 好 看能不能把超超殺掉 阿 插一下 殺掉就會掉鬼魂喔 然後鬼魂出來我們就可以靠友情暴射他一波 欸 這邊 欸 這邊有個神 這邊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穿牆阿 呵呵呵呵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好 我們最後就用友情 這個超絕產生彈開射喔 把鬼魂射爆 那這邊還誘爆過的喔 友情的部分 開射之後 火力算是比我預想的還要高很多 好 我們去下一個關卡 好 再來的關卡呢 就是我們的一代光轟擊 那前面洗技能的時間我們稍微的快轉一下阿 好 洗得差不多了我們就回到遊戲內喔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開一階二階 這邊就敲個幾下 然後用友情慢慢清 那掃雷反魔呢 這次是 掃雷反魔移轉阿 這次大總統超究極有嗎 那我在想阿 最近貂蟬 上修 我在想他是不是有機會 就是上修拿來打大總統 那明天的大總統超究極就看移轉幣多不多吧 不然蠻多掃雷反魔反射應該都挺有機會的 像 烏克應該就摩拉骨鞋 然後刺激秀音應該可以發揮一下 如果移轉幣沒有很誇張的話 刺激秀音應該可以大展身手 然後再來就搖零 不知道內關會不會做的比較 血量壓力比較高 就可以發揮搖零的減傷 或是在裡面塞糖衣 在裡面塞糖衣 在裡面塞糖衣 搖零的這個自身減速率降低就有效了 好 我們這邊開一階喔 一階的話自強的話是1.2 然後減速率降低 那持續回合是5回合 就開了這一動包含他的下四回合 是SS的當前一動 然後跟下四回合喔 自身兩動 我看SS就發現 喔 這個速度感有 就是這個 撞一下他的減速率降得非常少 我們這邊金王關 那金王關一樣就是 繼續等三P四P的二階轉好吧 因為一階二階自強化跟減速率還是有一些些微的差異 尤其是持續時間啦 原本是5回合嘛 一階那二階就變成9回合 就自身三動 那搖零這次呢 他受神化後啊 他的減傷其實有被nerf了 因為他原本減傷是95% 升防95% 還蠻厲害的東西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受神化後就被 割掉了 被割成 0.4跟0.5 被煙割了 所以就有點可惜啦 主要是我覺得他的機體被 壓成這樣 他拿一個95%減傷我覺得也還好啊 可能米希不想吧 有點可惜啦 真的很可惜啦 真的很可惜 不然以前可以用搖零擋即死啊 硬擋啦 95%真的蠻霸道的 好 那我們這邊活到快可以開二階囉 那就來開二階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開二階喔 這邊瘋狂的 還有兩個鞋子耶 快還要更快 跳跳跳跳跳跳跳 呵呵 好那這邊就看他一直跑喔 好 接下來我們進下一個關卡 王二的部分我們就一樣直接開SS 好 我們直接開二階喔 直接來看 那一階跟二階其實還是有點差別啦 那個減速率啊 然後自強化啊 因為這自強化友情也吃得到 那果實的部分呢 我個人會比較推吃 如果只有一隻的話 會推樹必加擊 因為這種角色蠻依賴SS的 那你找一輪開出來其實影響蠻大的 雖然他有縮減啦 但是越早開出來越好嘛 那如果你配盧娜的話 你甚至 二階結束後 你一階可能有轉好 用來繼續開敲了 那我們等一下開 老師 就可以讓他快還要更快喔 好 那我們這邊一個 靠這個吸取勝一滴喔 狗命一下 反正不會攻擊 不要怕 好 那我們就兩顆愛心 好 這個 一血反殺 一血反殺 直接敲 直接敲 也是輕鬆打破啊 降防後輕鬆敲個幾下 一帶光就不見了 好 接下來都是王三的部分喔 那王三到時候我們就可以開這個 老師再配上二階的跨回的自強化 就看到一個很神奇的畫面了 好 那這邊一樣一階都轉好了喔 直接開 直接敲 好 把糖一敲破就好啦 因為我們這邊還可以靠友情吐掉 那整體來說 搖靈就算是一個投資型的角色吧 對 由於轉閉 然後跨回的自強化 基本上就投資角色 那現環境 可能打完總統超級 那剩下的場坑也不知道他可以去哪 就看米西之後吧 會不會優待他之類的 好 盧娜這邊選擇先殺一個 先殺這個蛇喔 兩隻蛇小怪 喔 殺掉一隻 nice 那我們這邊搖靈開上 老師加上一個鞋子 好 來看這個 這個 減速率降低 呵呵 還沒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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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降防囉 好 連擊殺手 敲 敲 呵呵呵 就收掉了 好 以上呢 就搖靈的使用 那順便把一些想法跟大家聊一下喔 好 謝謝大家 祝各位有個喵一天 掰掰 掰掰